这场要给您换上来了 该我了 这位演员啊 各位比较熟悉 姓鸾叫鸾云平 我 有知道他在我们德云社的职务的吗 谢谢您 他是我们德云社的副总 因为这个副总这个职务啊 也给他带来了好多不变之处 这还有不方便的地儿吗 有好多人一看鸾云平啊 对他都有很多误会 说鸾云平这个人啊 冷脸儿 有 有没有这种感觉吗 有 你看 没有的闭嘴啊 确实有说有的 说他冷脸儿 说不好接触 对 你看有受害者 对待师兄就是特别的严厉 有这么说的 有没有这种风评 有 不是 我就是说呀 其实您跟炳哥关系也不错 我们俩也好 不是好哥们也不能这么逗 对 您说这些误会啊 怎么呢 太棒了哥 太棒了哥 说你呢 这镜头一定不会被剪掉 其实人鸾哥跟炳哥关系也不错 我们俩是老瞎斗 但是有时候也存在一些工作上的误会啊 矛盾和代沟 我们这个呀 不是说真误会 如果要有那真误会 你好好聊一聊 沟通沟通 都能化解 哦 师哥 师哥您的意思就是 什么矛盾和误会 只要你肯沟通 都能化解 对 我跟你说 我最近还就真碰上这么一件事 是 你沟通 你化解不了 不可能吧 哎 你看 这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个人 他说一 我不敢说二 他要生气 我就得认错 他要不开心 我这日子就没法过 这还沟通什么 沟通 什么人呢这是 我妈 这得沟通啊 你跟亲妈这不行 这得服软啊 不是服软的事 我发现跟他有好多那个代沟 我解决不了 我跟我妈关于就好 今儿咱哥俩在这儿 您 演这个张九龄 我就演你 我就演我妈 这不挺好的吗 好不好 我看你妈什么脾气 咱看这些问题 您这师哥 您这副总 能不能给解决了 我都给他妈的顺咯 咱就从早上开始学习啊 注意我们家早起 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 早起来 就听我们家的客厅里 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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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耍 耍 哼 完了 完了 你们家被炸了 这什么动静 这是你妈过来吗 这都是我妈过来的事啊 我以为边境刚到了呢 哪一句听不懂 什么动静 拖鞋 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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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动静 这是我妈踩的拖鞋 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这种感觉 在我妈的世界里 我妈醒了 全世界人全醒了 哦 还真是这样 刮大 这是危险的信号啊 朋友们 你妈醒了 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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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猜门吗 在我妈的世界里 我的屋没有门 随便进 刮 刮 这是什么动静 窗帘拉开了 哦 见太阳吧 一辆的火 这是 把被子火 不不不不 不不 毕竟我也遮碎出来 哎 哈哈哈哈 不是 你 确实这动静太大了 这睡着不着呢 妈 您这是干什么呀 几点了还不起 你四肢都快退化了 你知道吗 天天往被窝里一窝 自己告诉妈妈 几点了 吃了枪药了我妈 赶紧不用手机告诉妈妈几点了 八点半 都十二点了 我们聊到一块了吗 你起来待会儿 你活动活动 这么大小伙子了 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不就起来活动活动 床一躺 床有什么钱躺这么开心 起来活动活动 早上起来 你妈叫你起来 你就起来不就完了吗 起来之后能干什么劲来呀 没有痛快之后 我起来之后 那就洗漱 我一般早上起来 我来个咖啡 我提提神 咖啡 都是添加剂 喝了你就完蛋了 我喝个奶茶 奶茶 都是添加剂 喝了你就完蛋了 我喝个汽水 汽水 都是添加剂 喝了你就完蛋了 我喝点白开水 你终于学会养生了 你这蒙对了还 这除了白开水 别的都不行了 在妈妈眼里 除了白开水 就是鼓励多好 吃啰啰 除了喝白开水 还有什么活动早起 我起来洗漱完了 我也就玩玩电脑 你瞧瞧手机 玩手机 对 扒开俩眼就玩手机 是 我是你亲妈 手机是你亲妈呀 要不你跟手机过去好不好 你自己眼神什么样 你不知道啊 是是是 我确实眼神不好 手机都拿到了 手机这玩意儿毁势力呀 对我都 听妈妈话 把手机放 你拉开庄来 你看看外边的绿树印 缓解缓解 对对 别气妈妈 把手机放下 好好 跟妈妈聊聊天 我放下 跟妈妈说会儿 妈妈 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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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好多话跟你聊 我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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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妈妈聊会儿天 我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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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妈妈就没话说呀 这聊天有愣聊的吗 我这么多天 我胜了一个充电宝 您看见了吗 手机就这么的亲呀 活弄的有问题 其实你要说尺寸 尽头表演什么的 其实很投入了 您说早起好过这关吗 是吧 反正是够难的 要您说 就这些事 日常常都碰得着 是 您有一件办的 是带恶意 不尊重妈妈的事 有吗 还真没这样 我什么都没说呀 但是 在妈妈的嘴里 要跟老姐们一聊起来 就变了味儿了 是吗 跟老姐们竟不哭 我跟你说二姐 生着孩子有什么用 就是 一天到晚 除了气 你什么也不会 跟我那一样 我容易吗 我 太难了 今儿早上 我就怕孩子睡眠不足 是 我捏手捏脚地 走进他的房间 我把窗帘就拉了 这么一道分啊 我都没敢拉 背后掀起来 这么一个小脚 我就瞧了瞧他 我说大儿子 你睡醒没有 该起床了 你猜这小兔宅子怎么说 怎么对我 说的什么 我不气 就不气 我气死你 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而且 咱们太难了 我怕的 就是 没有这样的 您说 慢慢聊 对 跟妈妈聊不了啊 怎么聊不了啊 我发现我说的话 跟我妈接收到的信息 那都不是一件事 您要是听着对 咱一会儿咱有点公平 咱不要按一下 是 说什么话 不对等 说点什么 他能不明白 早起 你给玩手机的事 道歉 您怎么道歉 放一手机 妈 我以后啊 除了工作 我尽量我不玩手机 我多跟您聊聊天 多好 这不挺好的吗 我妈听着不一样了 到我妈耳朵里 变味了 她听的是 老太太 我最后给你一个台阶 再不原谅我 我就不要你了 就不要了 我妈听的 就是这种反馈 我都没说那么些字 比如说到中午 您想外边下个馆子 要您 您怎么来 妈您中午甭做了 我外边吃一口了 老太太 今天中午 我要出去吃地沟油炒好的肉 我妈永远她认为 外边东西没家里干净 这是通病 真有不少人是这么以为 到了晚上 咱那小年轻的 来俩朋友聚会聚会 这是很正常的吧 对 晚上这假 怎么请 决定您的生死时刻 对对对 怎么请 刚才我说的还不够诚恳 嗯 我再软和点 我妈就让我出去 您试试 妈妈 我已经 没出 四年了 您看您能不能 放我一马 我有几个哥们儿 我们晚上我们就稍微喝一点小酒 我们聚会聚会 回来我多跟您聊聊天 我再跟您交交心 您看这样行吗 我都没见过这儿的卢云平 就这一个作品 给我师哥这个母爱都泛滥了 妈妈妈 就喝一点 就喝一点 中心四讲什么 出去喝口酒 老太太 我晚上要跟几个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我要去唱歌 要赌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晚上十点 咱们您俩派出所见吧 有这么严重 准备好十万块钱 明天早上病危通知书就到了 你说至于不至于 您说哥 有一点点夸张 哥这跟母亲这确实好多代沟 他没法聊 我就不信这些 那您说怎么办 聊 我一小一小跟他聊 有耐心 我跟他玩没电了 一次不行 两次 两次不行 三次 我就他的是 长个耐心 跟他聊 好 乱哥 您有时哥有时副总 我扶您 我得听您的话 我就这么聊 我还真跟我妈道歉 对 您说咱这孩子必须得懂事 慈母手中线 有子身上衣 这妈妈始终是爱孩子 对 那天我找着我妈了 我说妈 真是对不起 我确实有时候跟您犯魂了 我这样不应该 我知道您是为我担心 您放心吧 以后我不瞎玩了 我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工作上 把自己事业弄得特别的棒 我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您就甭跟我操心了 这话多好啊 我妈听了 怎么以为的 老太太 我不要你了 就这样 好啊 好啊 谢谢大家